张医生真的是有备而来 给我们家带了这么多东西 这都是牙刷 都是牙刷 这都是跟我们的牙齿有关系 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牙齿的吗 没错 这个也算是 棒棒糖 也是很奇怪的 实际上这个是一种 很特种的清洁 老年的还有残障人士的口腔烟布 用的 它是一个清洁棒 这个清洁棒 它可以清洁你的舌头 包括夹侧面部这些 尤其是针对那些无牙核的 这个我觉得很好玩 这是不是就是牙缝里面这样 对 这个就叫单数刷 大家看得到它只有一个数 单数刷针对的是什么 牙分比较大的 或者是牙齿缺损 间隙间隙已经变得比较 就是中间缺一颗的 这种缺一颗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 对 只有剩一颗牙 结果吃牙都非牙 没错 平常如果做塞牙缝了 我们用这个来替代牙线 是不是更好 但是这个的刷体的效率比较低 所以我们不是很推荐使用 只有正对少数的几颗牙 刷鞋的 这个也太大了吧 猜猜看嘛 这个可以用来刷牙吗 我觉得可能刷动物的 就动物园的那个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刷假牙用的 老年人刷假牙 拿出来刷 它这个刷那个咬合面的 刷它的带的钩子 分啊分析用的 所以这个整个是拿出来 我们刷吧 把你那个牙筷拿出来 把牙筷拿出来 把牙筷拿出来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平时见的比较多 毛好像很细 但是它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它外面是软毛 中间那层是矮一点 外面两层好像高一点 而且比较深思 中间是平的 大家来猜猜看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刷牙的嘛 对 刷牙银 都说得太对了 牙银刷 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在做角针 牙套 牙套的人呢 他在刷这些边份 他不太容易刷到 所以呢 我们刷脱槽的地方 稍微凹一点 对 这是定制的 对 它的周围的地方 稍微长一点 好 那这个是不是跟这个差不多了 这个不太一样 请大家看看 仔细看一看 它上面的头 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牙龈的按摩棒 我们这样的去按摩的时候 可以促进牙龈的血液循环 然后呢让人牙齿变得更健康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 用它去按摩牙龈周围以后 可以减少牙龈受到的压力 这个好像就是普通牙刷 对 我们也尝的吧 这个请大家注意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特别的小 它是一个小头的牙刷 这个呢我们一般专用在 牙周病的牙刷 我们刷的时候 可以进入得非常的深 然后呢本身它的头很小 我们再清洁 灵活 清洁这些边上的时候 非常的灵活 可以刷得很仔细 家里面基本上用的牙刷 牙刷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就小得舒服 一般来说挑选牙刷是有要求的 跟您自己的牙齿的 大概的宽度的两个到三个 两个到三个 也就是说前面的门牙 大概是相当于三个 而后面的磨牙相当于是两个 这么个大小是最合适的 否则的话太小 不然是很好 但是呢刷牙的效率会变 贝力 会刷得很费劲 是自己牙齿来测量 对吧 对 根据自己的牙齿来测量 好 我们刚刚这个说完了 这个我记得是个麻子 这个很容易拆的材料 对对对 舌苔刷 舌苔刷也要刷 这个叫做舌刮 舌刮 舌刮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把舌头上面舌苔上面不干净的 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很厉害 蜂胃不好 对对对对 因为舌苔不建议使用牙刷直接去刷 可能会损伤到上面的死状 为什么要刮舌苔 舌苔好好的为什么要刮它 舌苔会有味道 舌苔上面也是有细菌的 也是有软钩的 很多人 很多人我们要把它去清洁的时候 尤其在舌头上 其实也是要刷一下 口腔健康包括牙龈牙齿 还有舌头 对以外外 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特别注意刷那个舌苔 因为舌苔上面会有好多的味蕾 这个味蕾会影响你吃食物的每一个味道 所以我真的是资深的吃货 我从刷舌苔的时候特别注意 你好专业 就是 只有这样才能够品尝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吃到舌苔 好 这个呢 蛮粗犷的 这个是一把很粗犷的牙刷 实际上这个是从酒店里头拿到了常规的一把牙刷 所以很普通 但是这把牙刷呢 更接近我们老式的最老的最古典的牙刷 也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 我们中国发明了牙刷 中国是用什么发明呢 就是在木头上绑上珠宗 哦 跟这个就非常的像 所以大家看到它很分 所以我刚才说斜刷子 都很厉害 明白 原来这是一个有历史的 我大惊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用的普通的 这就是我们常规使用的普通的牙刷 对 可以看到我们在挑一个牙刷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使用中软毛的牙刷 好 过软的牙刷呢 大家可以看比较一下 这个软毛呢就特别的软 适合于用牙周病的 而对于我们牙龈比较健康的人呢 它使用中软毛的牙刷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其实像这个牙刷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建议用了 因为它比较硬 而且呢 尤其对牙幼稚的磨损比较大 所以用这种牙刷 而且力量比较大的话 这样子每天自拉自拉刷的话 就会出现一种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毛病 叫做鞋状缺损 在牙颈部刷完以后 它也会导致冷热酸甜的敏感 主要是在牙颈部我们的牙幼稚非常的薄 我们刚才看到牙齿的结构的时候 它在最旁边的地方是最薄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一样的力量去刷的话 这里是最先被破坏掉的 所以被破坏的地方 就会产生一个酸疼 现在常规呢 我们使用中软毛的牙刷 我们在挑选牙刷的时候 实际上可以对着灯光去看 它可以看到猫的毛一样的感觉 绒绒的感觉 我是觉得 您看您今天推荐的 我们以为您只会戴牙刷 但是发现其实舌头 牙龈 牙齿都照顾到了 所以口腔健康 是一个全方位的健康 对 口腔其实包括的 这么一些组织的话 这些部位其实都要清洁到 因为口腔里头 各个位置上都会存留细菌 所以我们要全方位 无子角地清洁自己的牙齿 好嘞 那全方位无子角 是不是要用到您今天带来的 感觉很高科技的东西 今天这两个东西 是我们目前比较新潮的 一个呢 这个叫做水牙线 水牙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冲牙器 冲牙器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然后呢 我们打开以后呢 可以看得到有水喷出来 跟我们平常在牙科 看到的那个漆腔 喷出来的水很像 跟我们水漆腔冲过去的力量 如果牙齐比较焦嫩 或者说有的时候它会发炎 或者说肿瘀的人 它用这个不会冲太厉害吗 或者说被冲出血吗 一般我们建议是 在口腔医生指导下使用 这样子才能保证牙齿的清洁的干净 因为现在 尤其是牙线的使用 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使用这个冲牙器 效果可能会更好 很方便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陈薇薇的了 我看牙齿是我们吃东西很重要的工具 而且我们也很害怕去拔牙 做这种牙根管的治疗 所以在平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小方法 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做到 可以让我们的牙龈牙齿更健康 保护牙齿 所以我今天想教她的家里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家里都可以做的水果酸奶核桃 平常是什么很好吃的那种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准备 这个是我们准备的材料 就是我们有橙子里 西瓜香蕉和菠萝 这个里面其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是前面波叔说的就是 一定要多吃维生素C 如果缺乏的话牙齦就很容易出血 然后牙齿很容易松动脆弱 那就会引发很多的疾病 这些就是含有维生素C的水果 那么以及生梨和苹果 就像平时有刷牙的作用 其实它是可以通过咀嚼 清理我们的牙齿表面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这一项是酸奶 那么酸奶呢是一个护牙的食物 它虽然里面含有乳酸 虽然它是酸的奶 酸的奶 对 但它其实呢 我们每天适量的引用 那这个日本的 就是福岗九州岛大学的 这个岛齐教授做了一项专门的研究 就是这个研究者是针对于 40岁到79岁之间的测试者 做了一个调查 那评估下来呢 它们换牙周岩的这个程度啊 就是其实比那些摄入牛奶啊 就是乳制品少的人相比 就是要少很多这样的严重的 牙周病情况 所以说这个酸奶里面含有乳酸的情况呢 是可以去帮助我们的牙龈萎缩 还有牙齿脱落的 哇 厉害 就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核桃仁呢 我们都有吃过 三核桃仁 我也很喜欢吃 但其实它里面有很丰富的那个油脂 这个油脂其实和这个酸性物质 可以渗透到我们牙根 就是牙本质的那个小管里面 或者小缝隙里面 然后它就从而就是做到一个隔离的作用 就像刚刚那个牙套一样 它就可以减少这种冷热酸甜的刺激 然后对我们牙齿的这个伤害 所以我们现在 哇 这么多的头啊 哇 好赞啊 这个好棒 再加入一点这个核桃 放在上面 其实摆盘还挺好看的 对 颜色很多彩 我想到这个口感肯定超棒 我们尝一下 好 我们品尝一下 来吧 来吧 还是要用这种稠的饭 你看 您来试吃一下 刚刚你没吃到苹果 现在你要多吃一点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家务室的思想环节了 今天有我们的菜子小姐姐 给大家带来她的思想好物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 世界上最小的牙刷 你能想想它有多小吗 噔噔噔噔噔 就是这么点 它其实呢 每一个呢 只有1.6厘米 它这里面呢 包含了276根软毛 所以说它可以清洁到你牙齿的方方面面 那你猜猜它要怎么来使用呢 很简单 你只需要剥出一小颗 然后放到你的嘴里 有那个薄荷的清洁的味道 还有这个木糖醇和这个浮化物 所以说对我们的口腔整个来说 是一种保护和洁净 另外你不要担心 它里面呢是天然的软橡胶材质 所以说对我们的口腔是非常健康的 对身体也没有危害 你让它在你的口腔里每个部位走一遭 然后等到差不多了以后 就像涂口香糖一样把它涂出去 然后你的整个口腔就清洁好了 这个东西保护牙齿健康是出门的必备 你学会了吗